看 如果你垂钩弦16分衣服可以干到230 你觉得你的扫弦会很烂吗? 因此垂钩弦训练不是解决技巧熟悉度的问题 而是改善手指根源性的问题 第二 垂钩弦训练会让你的右手在演奏中变得更快 诶 这听起来很吊腿 很多人一定觉得我在乱讲 但我要告诉你 多数人右手单弦可以干到500 但左手一参语连120都不到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练垂钩 左手稳定度不足的状况下 左手会依附在右手 而右手会被强迫去配合左手的极限 因此我不管你是正臂还是正腕 你垂钩弦没有突破 你的右手在演奏中 会一直牺牲稳定度去配合左手的极限 然后颗粒感都出不来 协调性运作的原则是这样的 当双方都是独立成熟的个体的时候 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有真正的幸福 我举男女交往的例子 当一对男女要进入感情 但有一方却在经济 原生家庭没有达到独立和成熟的状态 那这段关系注定会产生不健康的依赖连结 相对之下 比较成熟独立的那一方 永远都要配合对方的极限 去背负这段关系中 另一方一直在逃避的责任 所以拉回来 垂钩弦训练就是要把左手的 独立成熟运作能力开发出来 当你的垂钩对派很稳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有左右手不协调的